不過最近很大條的港安議員 就是台所六親的連結 兩間會秀議員 在這陣子有什麼 他們去外界的批評和反對 學界也有人連輸 因為這樣來反對國公計劃 所以台灣的計劃 從今天出面來標台 表示這個計劃的産業 今年就有1.7千億 是我們台灣的經濟基礎 最重要的産業 所以對港安議員 他們是覺得很危險 不過英文人說不應該 因為這樣就來反對九法業 台灣九法公會 年度回完台會 再來九法業者出席很重要 這是今年來的 我們來個場面 因為台所六親連續發生了 火災 讓國有燃國和人的九法業 變成大家批評的目標 甚至學界法紀錄連續 反對九法業 不過業者有話要說 應該給他一個空間跟時間 讓他徹底檢討 讓以後不再發生 這個是重點 至於已經發生的事 應該依法該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不應該無限的上港 九法業 三十一條七千 約二十四中三兩 今年是三百八十六萬 創下列數新冠基礎 如果三十占製造 約三十三聲 台灣的國際三病原料 全部來自九法業 不過現在 三十三大九法業 的投資案件 包括中油三家的 競爭案件 台所六欠五家的確件 還說九法業 因為煩九法的聲音都太大 進度強加修就作動 你如果不要這個產業 你能夠講出這個 在短期間可以取代的 不然這個產業就是說 以目前政府的認測 就是就是用這個提高效能 減少污染 然後創造就業 為什麼不 為什麼不繼續發展 九法業者表示 未來家共參與民間的交通 讓大家知道 他們在環保和當地回饋 做什麼事情 不要欠未來檢討出了 不夠的地方 希望大家了解 九法三業 對到國家經濟的重要性 在經濟發展參與環保 十九三贏 現在全部都